我们现在进入MyViewBoard里面 使用内建浏览器 来实际测试看看 Wealth of Name 这个随机抽人网站 该怎么来使用 目前我已经把这个网站 加入浏览器的书签墙里面 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在里面把它打开 首先第一个动作 我们把它的广告关闭 把它转换为繁体中文 那么您进到这边之后呢 有几种方式可以来制作它的内容 第一个如果你有准备好你的题目内容 你可以直接复制之后 就直接贴进来 第二个呢你也可以透过增加图片的方式 我们从这里按下增加图片 找到您所准备的图片档案 您可以一次一个 也可以一次选取来一次加入 那加入图片之后 你可以在它的前面跟后面 再加上英文的名称 或者中文都可以 这样就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那么在分类这边呢 你如果按下去 它预设会依照英文字母 来做排序或是数字 所以按下去之后 它会重新排序 那如果你要随机出题 按一下 这个地方 它就会随机重新排序一次 此外 我们可以透过上面的定制 来设定 转盘旋转之后 所使用的声音 是不是要允许重复 还是要慢慢的旋转 以及它旋转的秒数等 我们先试看看预设的效果 那么在这边呢 您可以选择把这个项目移除 或是就直接关闭 如果您在这里 有设定 不允许重复的话 那么已经抽过的 也不会再重复出现 此外呢 在声音的部分 它真的可以变化蛮多的 您可以再试试看 其他的这个声音 再来我们看一下 就是 当你旋转结束之后呢 我们这边也有 几种不同的声音可以使用 刚刚所听到的 就是掌声响起的部分 您也可以直接让它 念出获奖的姓名 那么 在弹出讯息的部分呢 您可以直接自定讯息 或者我就 如果不需要弹出 让它直接产生相关的动画就好 我们可以来测试看看 好 它念出 名字的部分呢 会稍微比较小声一点 好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在定制里面 你也可以针对 这转盘的色系 它内建了相当多的一个色彩 让你去做选择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的整个风格就会改变 此外最后呢 中间的这个图片 它也有内建一些 让你去做选择 甚至呢 您可以自行上传 您自己喜欢的 或是 课堂上 同学的照片啊 这都可以 这样子的话呢 您的 这个转盘 就会更有 不一样的风格 最后您可以透过 这个分享的动作 取得一个共用的连结 那这边呢 有两个选项 一个就是 知道此连结的 它只能 进行转盘的功能 但是不能 直接复制成为它的副本 那如果是第二个的话呢 分享出去之后 别人可以使用 这一个版本 直接另存修改 它自己的 这个版本的部分 就不用每一个选项 都要重新设定 完成之后 你就可以取得 它们的网址 那下次呢 打开这网址 就可以进入 我们的 这个随机 抽人的这个 网站之中 来使用它 在这边 我们还可以利用 用MyViewBoat浏览器里面的拍照功能 把抽签的结果 把它 储存起来 现在就把浏览器收起来 那我就可以利用 它上面的白板工具 来针对抽出来的选项 进行 说明或是讲解 那如果讲解完了 我们可以增加另外一个页面 把刚刚这个页面呢 当做是 待会课程进行的复习使用 那回到新的页面之后 我们可以再重新打开 内建的浏览器 继续再使用它 Wheelsman 它也有支援 直接将这些设定 储存在您的Google帐号 或Twitter帐号中 不过目前测试 在MyViewBoat里面的浏览器 没有办法正常使用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就建议您可以 直接用一般的浏览器 打开它之后 您可以选择 把您现在做好的这个设定 将它储存起来 在这边 它就要求你要登录Google帐号 那登录之后呢 就可以输入您的专案名称 或是如果您之前 已经有存在的设定档 可以直接选择那个设定档 之后把它做一个覆盖的动作 未来您也可以直接用开启的方式 就能够重新叫出这些设定值 再来产生一个新的 这样相对起来就会方便很多 您可以将您设定好 已经分享出来的 WeofName的网址 把它整理在一个Google文件里面 那下次呢 我们在MyViewBoat里面的浏览器 只要打开这个Google文件 您就可以直接从这边开启 这样就不用再去特别记住它的网址 使用上就会变得相对比较容易